好 这个关静老师 他说其实秋天 其实秋天也很特别 这个秋后问斩 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 为什么是秋天 为什么没有人下后问斩 没有人下后算账 有道理 其实在我们讲的 像栗子老师他比较知道 但是我们讲统称 就是在古代的中国 听说那时候还有唐朝 还有宋朝 清朝还有 后来是废除了 他们皇帝自称为自语天子 我是天子的话 我必须顺这个天道而为 所以我才有这样子一个 法令政治的地位 所以他们知道 像我们四个节气 春 更 夏云 秋收 冬长 那秋收就知道了 我们在农历的七八九 叫秋天农历 那我们为什么秋在中间 本来叫中秋 你看我们八月是不是十五 是不是在八 七八九 那原本叫中秋 伯仲的中 第二个嘛 所以后来改成中秋 有个山珊虎的职棒球员 他很会打击 林中秋 就叫中秋 所以我们的农历八月 在七八九的中间叫八 就是说中间的秋 那所以我们在古代的时候 七八九农历他们称为是一个属金 金带有那个树杀之气 然后可以由我们春夏 草木很旺盛的生长 一直到秋天 它慢慢枯萎了落叶了 然后慢慢觉得万路 它开始在做个转变 所以他们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针对一些 刑案比较大的犯人 可能要处决的 就会集中 所谓集体 会在秋天的时候来问战 第一他们觉得说 当时的气候很舒爽 很凉爽 那再来就是说农家农民 他们已经收成到一个程度 比较不得不容易 所以很多在官方事务 可能要帮忙主持的 还是说帮忙什么通 就是张罗的一些集合人力 来处理这些人犯等等 他们需要有一些比较扩充 比较充裕的食物 人力 那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觉得夏天 如果来处理的话 问战的话 容易有湿臭味 不好保存 那你如果在寒冬行刑的话 太冷 可能对行刑的人 或是被刑囚的人 都太冷了 你这里是你说秋后问战 人家说秋湿翩翩 所以这是一个方向 有时候我们在知道说 这个节气 为什么我们以前的天使 他还是顺应这个天使 你像我们在 独立的 顺应天使他觉得 我没有去逆天 我顺着春夏秋冬 那这个唐末你今天带的 这个是相片 这个相片就是 我们说土地公怪 其实八月十五 因为刚刚讲说秋收 其实我们整个台湾 或是说整个这种华人社群 其实对中秋节的概念 或说对秋天的概念 是这种感恩丰收 就是农耕的关系 土地公怪 就是说感谢土地公 把我们顺残水顺一年 然后就用一个竹子 打一盆 把金针把鸡下去 箱给它插上去 这如果是我们北部 先用两枝 一枝而已 中间就打开 稍微打开 中间打开 夾在里面 夾香跟金针 如果是我们北部的 安科的人 他说黄公怪 他们拜黄公 保余尊王 保余大夫 同样意思也是这样 就插在那个茶园里面 因为都放茶参 插在茶园里面 就是说给他拿个这个拐杖 对 象征来帮我们顺残水 顺残水 对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民俗习性 真的在我种田里面 真的有这个 对 其实是很 就是很有这种感 敬天为地 感恩神明的这种心态 那这个中秋节是中国传来的 对 韩国 日本有流行吗 对 也有 就是说韩国 有叫秋夕 秋天的秋 夕阳的夕 他那个秋夕 就真的跟前隆皇帝 同样 现在有放假三天 韩国中秋节放三天假 他叫秋仕 秋仕 就是秋夕 为什么秋夕要放三天年假 因为他们要回家祭祖 因为韩国 因为韩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 中国其实传统是 清明要扫墓 从阳也要扫墓 就是秋天春天 你要各个都要扫墓就对了 我们现在大概都扫一次 尊都耍很多家庭 有些也过年会去扫一下 但是他们韩国是一定是春天扫一次 秋天扫一次 就算不扫墓也要回家跟长辈团圆 然后团圆的时候他们就会吃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的月饼 这是韩国的月饼 但是它是用煮米做的 它是用蒸的 它里面用一些天然的那种南瓜 山药把它弄成很多颜色这样子 它们叫松片 这个叫松片 松树的松一片两片一片 日本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 我们在赏月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长蛾 其实刚刚程老师讲 其实赏月还在想一个人 就是杨贵妃 因为传说杨贵妃 他其实到月宫上学了 尼桑语一曲之后才回到人间 然后他马维波死掉之后 他其实又嫁返广寒 去当他的仙女这样 那日本人还要再多想一个人 就是灰燕姬 族曲物语的灰燕姬 杨贵妃后来还是被唐玄宗 下令把他杀了 不然大娟就不走了 对 结果在马维波 对 日本人会在想那个 族曲物语的灰燕姬 因为他说他也是月亮下来的 后来也是回月亮去了这样 所以日本在 他们在农历的八月十五 或者是农历的九月十三 他们都会赏月 然后赏月就是 就想像有会业季 他们会写一些和歌牌具 然后他们会准备那个 也是像麻糬一样的白色的团子 然后还会擦那个芒草 然后可能会倒一点那个 有放一两片菊花的那种菊花酒 然后他们就供在他们那种 露天的地方 或是他们那个圆郎那边 就这样供月亮 然后可能供一供 可能照片拍一拍 然后就把它吃掉 可是古时候 古时候传说是 供在那边之后 他们就不管它 路过的人可以偷 就是开放你来偷就对了 偷吃 偷吃偷拿 就是分享这个福气 其实是有一种 把我秋天丰收的福气 分给大家的概念 分享 因为那个都是农作物的产品 所以说给月亮 分享给大家 对 那是你们 很重视中秋节的宜兰人 对啊 中秋节其实月圆人团圆 其实我们宜兰 没到中秋 你差不多八月这个时间 常常路边就有人在烤肉 对啊 就整个火在屋檐下 就在烤肉喝啤酒 全家团圆 对 很重视 宜兰人很注重 就是说家庭观念很重 那如果是中秋节 属于团圆的日子 一般出外的 就是宜兰外出上班的很多 都会回来比较多 对 是是 好 那我相信宜兰真的 中秋节很特别 因为宜兰好山好水 好 那这个 这个李老师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各种的一个 很特别的祭典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兰酌会 这说一下 我们以前在台里的数位时 都会听到一个名词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 通常说的都是什么 寒谷官 苦劳官 台湾嘛 我们在台里的兵家必争之地 就是高雄的港山 港山这个地方 刚好在山海之间 一般来讲 兵家必争就是说 易守南宫 对不对 那种地方 对 它刚好夹在一个 很特殊的地理位置上 然后又是南北的交通要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通常说在丁仙公的时代 它当时就有一个千种 守在这个地方 那防止外海 有这个海盗入侵 千种就是一个 类似将军的 对 例如将军 总兵 那个概念 总兵 他在那里手的时候 他带一千人 对 就千种 千种 白种就比较少了 他手在这个地方 就是防止海贼入侵内陆 所以很多这个当地的乡民 就跟这个千种的关系很好 但是有一年呢 震惊把这边的士兵 调回台南俯城去 所以造成岗山的防守空虚 所以这个海贼 就听到这个消息 就进攻了这个地方 进攻这个地方之后呢 这个千种就用少数的兵力 拿着这个竹制的武器 去跟他们对抗 那结果是壮烈牺牲 中原了你去招了 对啊 帝哥到菜都不贏了嘛 后来呢 这个公三家的人 为了要计量这个千种 他们就会把这些竹制的用品 在整个清代的时候 都放到刚生这个地方卖 那特别就挑在中秋节这个时候 那它一直延伸到我们近代 我们现在用竹制工具的机会 已经变很少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传统习数还是留下来 而且对很多人来讲 这边有感集 有庙会 有活动 有这个市集 通常就会有很多这个表演者 女生表演者一多 男生就一起靠过来 所以同时这边就变成 我们刚刚在讲的 中秋为什么大家的那个 都在约朋友 都在找另一半 也刚好在这个感集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 这个活动已经延续200多年了 它已经变成高雄岗山一个 算无形的文化资产 所以它的传说 蓝卓会 蓝卓会 现在有吗 对 现在也是有 所以我们高雄 如果看到有山山地区 但是刚山算是很热闹的一个点 这样子 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背景在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